因為一個人的觀念要改變真的是不容易 一個人的觀念要改變世界上不太容易 就像於我個人 我在三十幾年前 我在神學院認識色彩有一個北隊小姐對塞雷 今天是我的感受 在三十多年前 亂愛的時候 真的不容易 那個北部說 你啊 煩了 沒了 這句話 讓我相信不可以吃 那時候晚上都不會吃飯 怎麼辦 還要怎麼辦 還要怎麼辦 還好 這個女朋友還是她也了解說 年輕人對自己的關念 還是對自己的尖度 還是後輩 因為生孩子 大部分是比起後輩到會感受 所以有那個一致的目標還比較通融 但是她的父母其中 說 除非 告訴她的女兒 我的女朋友說 除非你的女兒嫁給煩了 沒關係 我的女兒嫁給煩了 沒關係 我的女兒嫁給煩了 沒關係 我的女兒嫁給煩了 這是禮服犬 這位 我的女朋友的媽媽說 奇怪 這個禮服犬啊 拐幼我的女兒 學院長 還要怎麼應答 學院長 還要怎麼應答 你那個女兒幾歲了 已經二十五 六歲的 蛤 也會被拐幼啊 但是 我還是跟我這個準業父母好好談 因為那時 我的中文也不會說 因為我對山地 外出民 古山族 對國小讀書 都不會說讀 要怎麼讀書 我也不會說 我只剩下山地 我只會 我們那時候 屍腳褲 也沒有鞋子 晚上 冬天 都是跑上跑下 後來 也教我們中文 都是廣東人 你為什麼 幹什麼 你為什麼 幹什麼 我聽都沒有 然後 結果有一個我們很頑皮的同學說 他就用我們打烊的話 回話給老師 那奴要說 如你 媽說 跟媽呀 如你嗎 老師 我們聽不懂你的話 那我們也要用我們打烊的話 告訴你 哇 這個老師 開嘴 所以這樣的教育制度 然後我到中學 到大福 苗栗的大福中學 講學法 學法 學法馬塔姆士 我幾個平地同學 我又不會講中文 也不會講科家話 還是沒有辦法繼續讀書 雖然有三科 不及格 不過還勉強 畢業 然後就到了聖經學院 到神學院 所以那一段的時間這樣的教育制度 在中華民國的教育制度下 真的是給我很頭痛 我們高三次都要面對中文 和面對你們的外語 何樂話 也要面對講學法 哇 還要面對講英文的 講日文的 日本語言 那麼多的語言 給我們搞混 不過還好 在座的高砂主 不得了 我相信你們在座的高砂主 年輕人比我強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見新的亮光 新的一個整個的將來性 那剛剛回到那個觀念 要改變 真的是不容易 不過我結婚以後 生了第二個兒子 那我約父母說 娃娜子也可愛 可愛了 然後 我也去幾個國家 娃娜子 娃娜 娃娜也 能出國了 所以這個觀念真的不容易 好像說凡啊就是凡啊 然後高砂族就是高砂族 所以在1623年 日本天皇的太子 來到山上的時候 來到我們台灣 到台灣看到高砂族 以前都是說 萬聖 萬聖 這裡的萬聖 這裡的萬聖 大家的萬聖 好像全部都是凡人 後來這個太子他一看 不一樣哦 他到山上的時候 看得很漂亮 雲又那麼漂亮 阿密斯的海邊 雖然都很難去形容 特別是年輕人談戀愛在海邊的時候 哇不得了 那個感受不感 不過像我們已經上了年紀 戀愛已經過去了 沒關係 後代好 你的後代就好了 那這些都是 那麼漂亮的地方 要到山上 然後看到高砂族 這樣 可以唱歌 唱歌 唱歌也不會聽 跳舞到 哇 又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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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犯人哦 這不是犯人哦 應該改作 高砂族 高砂族 意思就是 清朝 美女的 富莫沙 那是水 所以 日本人 對那時 一千多元住民 就是高砂族 大砂族 為什麼不要說原住民 我們兩年多前來到 參加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因為我們教會的 我是牧師 我們常常關心 原住民 當時的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然後很多傳統領域 被中華民國沒收 到今天 你們有聽到保留地嗎 保留地 保留地 有聽到嗎 原住民的山上 都是保留地 都是保留地 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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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只知道 我們下來了 這個中華民國從中國 他有帶土地過來嗎 有沒有 沒有 這 這個 大家知道 讓他們說 哇 什麼 全部都被沒收 是不是比較大聲 因為聽到中華民國就聲音很大了 你看中華民國來到台灣 我們過去的觀念 過去的觀念 這個是我們的政府 是我們的國家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以前那個觀念 都是在選舉的時候 比較活潑 活絡起來 無論民進黨也好 台聯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在那裡 我們愛台灣這樣好不好 好啊 來團結這樣好不好 做奔透台灣人這樣好不好 好啊 哇 不得了啊 我以前也是說好啊 嘿嘿嘿 你們有參加那個選舉 也是有說好不好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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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嘿嘿嘿 所以 那這一些的觀念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才一步一步來看出中華民國的真面目 所以今天我們來思考 中華民國的零跟一 我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平常零就是靈魂嘛 沒什麼啊 本來就是中華民國對中國來教 沒什麼啊 也沒有帶什麼啊 是怎麼到今天六十八年 已經到了六十八年 什麼都有 所以這個零變成一 這個一就是變來變去 有看起來好像沒有 但是 都是有 高官也好 公教人員也好 特別地高和高砂族 哇 要改變這個觀念 真的不容易 不過 高砂族很喜歡選舉 尤其是選舉 哇 痛到 所以有人說 那個臉上 某某人 某某人來到我們的部落 頭前的門 有開沒開沒要緊 但是後面門 要開 真奇怪 然後第二天第三天 哇 全部都是豬毛 原來殺過豬了 有豬毛 哇 所以 有豬毛 來啊 太低了 高興得要命 所以 換兩頭豬 一個部落 兩三頭豬就夠了 就被 被收去了 沒差更 還好 那雖然過去 對中華民國的觀念 可能還有一些的執著 但是我們今天來到台灣民政府 要打破這樣的觀念 是不容易 但是這個要創造 我們常常 秘書長還有我們的議長 常常 我們 彈論說 我們要創造 我們台灣的新的歷史 我們來創造台灣新的歷史 那這個新的歷史 的確 真正的正面目 台灣真正的歷史 回到事實的真相 不過要講到事實的真相 也是不容易 不過我們看看 但在這一段的時間 無論你參加過高級班也好 或是現在初級班也好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原來 來到這個地方 重新來看見 我們的台灣 重新來看見 我們的福爾摩斯 重新來看出 我們家庭的高山族 重新來看 我們自己的本土台灣人 這樣我們才可以看見 台灣民政府存在台灣的 真正的價值 我用 以混淆真面目 變來變去 跟宗旨的角度來 詮釋 零 中華民國的零 與一 那拉到我們今天 台灣民政府的 來創建 台灣新的歷史 這個就是因為 大家的參與 才可以看見 花朵新香之氣 我們看 本土台灣人 台灣福爾摩斯 的產變 來看看中華民國的混淆 第一是 我們看 本土台灣人 文化的名稱 就被混淆 在這個六十八年來 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 更多 台灣人 更多 自己的文化 把中國的文化 還是 因為受過這樣 六十八年的教育 好像 這個中國文化 就是我們的文化 造成 很多的混淆 難怪 有的人 將近一半以上的 台灣人說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哇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你要告訴我們的祖先 他一定會氣你 五十八年的祖先 是 那樣辛苦 對這個佈落 到那邊的山頂 這樣背山開墾 然後 在那邊 用自己的祖先的老匯 來給他 後代 這樣 漸漸 可以過自己的生活 雖然佈落 不是國家的行程 那有的是 部落 不是 國家行程的一個主要建構 因為高砂祖是 部落 跟部落的行程 但是這個部落 也是會造成 生命價值的存在 雖然有的部落 跟部落 不管任何外來的統治 以儀自儀 以翻自翻 我們秘書長 常常用這個 塞德克 馬來 西式馬來 哇 哇 日本人進攻也 很難進攻 其實 那個是物色事件 無色事件 只有一間而已 而且 隆重 讓台灣 高砂祖 太多的物色事件 特別 台洋 李洞山事件 苗栗 頭目事件 這個都是很殘忍的 比物色事件更殘忍 而且是更勇猛的 特別是阿密斯 也是在日本時代 哇 阿密斯 一直奮鬥到 流血事件都有 只不過沒有記錄下來 因為物色事件是用 國際禁止用的毒藥 把這個毒藥呢 放射在整個 南投仁愛鄉的物色部落 所以這個是蠻殘忍的 而且國際禁止使用的 所以造成國際事件 實際上各地方的 與高砂祖的一些部落事件 暗殺殘殺事件 太多太多 所以我們在座的 我們的高砂祖的少年人 你有那種歷史的一些的知識 或是一些的興趣 可以把它記錄在你的部落文史裡面 從以前開始到現在 你去訪談這些老前輩的 把它記錄下來 這樣的話就會看到 以前可歌可泣的 未完成的故事 那今天雖然說 我是中國人 中國人 那我們的民主 是中華民主的 因為我們的祖先是從中國來的 大部分的觀念就是這樣 教育就是這樣 所以特別在掃墓節的時候 我們高砂祖的掃墓節比較簡單 像平地的話 一大片 然後一看我也參加過 因為我岳父母也已經別視了 已經往生 那我們也去看的時候 有的墓地就那邊寫什麼神什麼縣 主集都寫出來 這個主集寫下來 意思是說 你們也是中國人 所以那個觀念還說 我是哪一省哪一縣的 這個就是要讓我們切斷 自己奔透台灣人的歷史和文化 所以這些都是會給我們混淆 對不對 那麼多的高山祖 山地人 山地山胞 山地平地山胞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你看有那麼多的名稱 換來換去 難怪有的笑臉人說 哇 我也是山地山胞 哇 我是山地山胞 你是山地四胞 這樣啦 所以我們也在黃沃土地的時候 1988年 1989年 1992 1993年 我們跑到台北 陽明山區 黃沃土地的時候 哇 黃沃土地的時候 有一個差不多五十多歲的黃沃土 人家都在那邊很大聲 大聲 說 這個中林人說 恢我太太 還我太太 奇怪 什麼還我太太 怎麼會跑到這邊呢 所以這個高山主 很幽默的 我開過 我開過乾硬化的 也是剖腹生產的 滿大的喔 結果 結果乾硬化 沒有拿掉 那他說 啊 這個高山主 乾很硬 心很軟 你看我們高山主 你的笑臉能再偷笑 那不管怎麼樣 這些都是生活的經歷 因為誰造成的 這個就是這個四個字造成出來的 所以無論在很多的混淆和爭論當中 就可以看到同樣的教育 那身份認同也是被混淆 傳統領域也被混淆 所以整個都是在這種名稱呢 都被誤導 秘書長也講說 整體的台灣人 住在台灣的人 就是the people on Taiwan 就是住在台灣的台灣人 所以秘書長不是很喜歡問嗎 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在台灣 台灣是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說的是嗎 不要不要點頭喔 不是喔 所以就像國賓 住在國賓飯店的人的 國賓飯店嗎 不是啊 他只不過是旅客 所以台灣人就有 the people on Taiwan 跟the people of Taiwan 一個是住在台灣的人 整體上 還有一個是本土台灣人 那這個本土台灣人 就是確立在 他是屬於日本政府 日本帝國天皇時代 一直留存到現在 那個才是真正的本土台灣人 那有的中國人 1945年 1945年 進到台灣的 這些中華民國中國人 雖然住在台灣 也算台灣人 但是都混在一起了 混淆啦 所以有人 奇怪 美國秘書長也講過 美國 對我們說奇怪 你們台灣人是怎麼 住在逃難來到台灣的中國人 還要跟你們爭取台灣的選舉 還要爭取台灣的主權 還要爭取台灣的 大大小小的福利政策 你看我們 我們看見 很多的平地 或是阿嬤阿公 在那邊 拿回收的 好像沒有看過 中國人 都沒有看過 所謂 我們以前所講的 外省人 有看到嗎 都沒有啊 沒有菜啊 很可惜 那很可憐我們台灣人 那高山中 那更可憐 所以有時候在土地 或者是交通方面 都不方便 我們有時候 有一點 嫉妒 對你們有一點吃醋 因為你們有時候 沒有多久 沒有拉鍋 你們的交通 全部翻新 哇 水到明明冒冒 這個山地 在高山中 沒有拉鍋 一年也是一樣 第二年也是一樣 到特別選舉的時候 馬上變成 煩然一新 哇 奇怪 要等到選舉的時候 那個交通 那些坑坑洞洞 才可以翻新 那你們在平地的 當然我們不一定 全部都在平地 你們也有住在山上 也是住在山上 但是在都市裡面 沒有多久 翻新 沒有多久 翻新 沒有多久 口袋大 口袋越來越大 那些長官的口袋 這邊還有 還沒有裝滿 這就是中華民國的 這個 到這種地步 就非常的 在我們剛剛所談到的 那今天 流亡中華民國 真正是把大財產 這些的土地權 讓我們人民都被迷糊下去 我們看看 在流亡政府 在這個名稱裡面 你們可能也看過 那在 特別是最近的 打棒球 不管是少棒也好 或是 要準備 八月二十多號的青棒也好 或是剛剛過去的直棒也好 都是Chinese Taipei 那是中華台北 那這個中華台北 大家都高興 哇 中華 奇怪 明明是中華台北 台灣人還是 台灣加油 台灣加油 奇怪 明明是中華 為什麼不要說 中華加油 中華台北加油 為什麼 還是自己說 台灣人加油 可見 對台灣人 還是 非常的愛慕 不是嗎 那中華台北 無論到哪裡去比賽 都是用這個名稱 這個就是讓我們搞混 那搞混 讓我們更清楚 你們可能也上過在 在網路 或是你們也聽過了 我們再重複一下 那Chinese Taipei 就是流亡政府 政權在台北 就像French London 它也是Exile Government in London 那他們也在倫敦 流亡過 然後再回去 那同樣的 美國能夠獨立 有第三國 幫助美國 美國跟英國這樣 作戰的時候 有法國來幫助美國 所以美國 才有這樣的機會 獨立戰爭 然後建構他們自己的國家 今天我們台灣 台灣民政府建立以後 然後建構我們台灣 新的面貌 就還好 真的是更有福氣 是因為美國 日本都在我們的背後 來幫助我們 這實在是套用我們基督教 所講的 上帝幫助我們台灣 上帝實在在幫助我們台灣 那我們秘書長說 上帝上天賜福 祝福我們台灣 不管怎麼樣 就是原來這是一個機會 那這個機會 我們都有餐飲 可見大家都有在那看見 實在是一個幫助台灣 貢獻的一個最好的契機 這個契機是很難找到的 在英文的Kairo這個契機 是有時候不是你創立 找出來的機會 是自然好像有什麼 上天給你的一個契機 那雖然有的人講說命運也好 或什麼都沒關係 看你們怎麼去解釋 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裡面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所以既然用美國日本 你看他們也跟日本跟美國 建立安保條約的時候 把台灣當作被保護安全範圍的一個區域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一個機會 所以秘書長常常非常 很確定說 不要怕中國 對中國 不要這樣害羞 因為有的人說 中國有多偉大 有多偉大 有多偉大什麼地方呢 回到過去我們高砂祖 真的很很淒慘 當然我們不願意回到過去 但是這樣思考的時候 你看有沒有發現 可能在座的也好 我姐姐本身是六十多歲 我姐夫是八十六歲 所以以前三四十年前 那些所謂的外甥人 哇因為有錢 所以我們高砂祖的小姐 小妹妹都嫁給他 所以嫁給他 有時候被欺負 被打的被虐待的跑出來 然後跑出來不肯 然後用被賣到寄女戶 這些的歷史 我們做牧師的 我們也查過這樣的經驗 真的是很可憐 那這些誰造成的 這樣看起來 我這心很痛 所以真的有這樣的歷史的事實 雖然有的在座的青少年 沒有聽過 不曾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適時的 也跟你們分享 我想不是只有高砂祖 本土台灣人也是這樣 中國來這裡 中華民國來台灣 也是一樣 恐怖 淋淋拔 這個是很殘忍的 我們那個 郭牧師也講 有一次 本土台灣人 用鐵鏈綁起來 在二八事件的時候 鐵鏈綁起來 然後這個雙手 用刺的把它綁起來 這個都綁起來 然後沒有多久 有的是過幾天 就在水面 屍體就浮上來 那個痛苦真的 非常 我們體會不出來 那這些的造成是因為 沒有把台灣 當作自己的人民來看 把台灣當作日本人來看 蔣介石集團來到這個地方 1945年的時候 那把台灣人本來全部都要趕出去 美國不答應 那時候的六百萬人 因為都是 蔣介石把他當作 把這個台灣人當作日本人 因為當時本來就是日本人 所以全部要趕出 用軍艦來 在他們 把我們的 差一點把我們的祖先 再去日本 所以 這個台灣呢 一旦人空了 然後中國人就可以全部都移民 那實際上不是移民 那是不合法 在戰爭法裡面 不能把你自己人 遷到你被征服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秘書長常常講說 戰爭法最重要的兩個鐵則 在征服者 佔領者不能移轉祖前 那這個移轉祖前就是說 你把原來的人移到 轉到別的地方 你看又把轉到中華民國 所以秘書長不是常常跟我們很風趣的說 你們是不是台灣人 大部分說 是啊 哪一個台灣人 台灣人 要去抓手 都抓手 好 有什麼證據 有什麼證據 你看 沒有啊 沒關係 新聞請看看 新聞請 中華民國 國民 這樣好 這個還不夠 還有什麼證據 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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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看 也是中華民國的鈔票 所以這些都是把所有不應該移轉的 在1946年2月16的時候 全部都轉換到中華民國國籍 所以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合法 所以都會給我們混淆 好 我們談到母語 無論在整個的 土地的問題 我們回想看 我們看看那個 這是最先的黃文土地 在1988年的時候 然後蘭語 2012 2月20號的時候 他們也談過 那到底有什麼樣的 抗議呢 結果 很多年輕人說 政府都在騙我們 特別是美麗灣 屏東的美麗灣 我剛剛跟一個高砂組的青年在聊 不只是美麗灣 很多地方 百分之八十都是 被轉移到 變成中華民國的土地 這樣有合理嗎 當然沒有合理啊 你看整個都可以 輕而易舉的 這些的事情 想起來真的是 誰能夠阻擋 誰能夠真正 這個阿密斯在抗議 以前我們還會說 阿密斯不會抗議啊 不過還好最近 因為也經過大家的洗禮 然後每個弟兄姊妹 都在抗議 對中華民國的不滿 那連自己的母椅也消失 然後 進入到都市也是 阿密斯很厲害 雖然危險地區啊 在河邊 自己蓋自己的房子 有的平地人就跟他們 來幫助他們 然後怎麼建構自己的社區 都是不少錢 在中華民國的協會 在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面 都沒有提到台灣 所以 中華民國是把所有蒙古 還有中國整個的 把它當作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面 那台灣只不過是 徵修條文 看 好像正在自己的條例而已 不是都從中華民國憲法 所以這個也在騙我們台灣人 所以10月25號 說光復節 實際上10月25號是 中華民國被美國委託的第一天的佔領 所以秘書長說 有主要佔領還有次要佔領 那這個次要佔領是受委託 一個流亡的人 然後一個受委託的人 我們來思考一下 是不是永遠受委託 假如有老闆委託你 你是不是永遠受委託 有這樣條例嗎 有這樣法律嗎 有 有沒有這樣的法律 都沒有啊 像我們教會 有很多的 馬接醫院 台東馬接醫院 台北淡水醫院 還有台北總醫院 還有新竹馬接醫院 還有彰化基督家醫院 還有台南的新樓醫院 我在2000年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當重要的幹部的時候 我們就討論這個董事會 受委託的董事會 他們我們就特別交代說 董事不像現在的一般人民的董事 現在一般的當事是自己的財產 對不對 自己的財產然後進入到董事 但是教會團隊不是啊 教會團隊是受委託 受委託的 所以有幾次在幾個董事裡面 他們差一點把長榮大學歸於自己 然後我們就去處理這個問題 然後我去我主持這樣的董事的問題 我們花了將近一年兩年的時間 跟他們協調 他們最後就告到法院 那我代表長老教會 在接受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這邊被法官問了幾個問題 你是代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我說是 那這個董事是他們自己的財產嗎 我想法官知道 我們我們條例 董事會的條例都已經在法官的手中 本來不是 不是當事自己的所有管 他們不是董事的所有財產 是當事只受到 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受委託 受委託而已 所以法官最後就判我們贏了 所以今天受委託是有受年限不是嗎 有的是受委託是幾年一任幾年一任 像我們的教會是規定最長九年 然後可以再停一任 假如有機會再上去當董事 可以再上去 所以不能永遠 今天是中華民國 所以今天特別最好的機會 我們秘書長 控告美國 因為人權的問題 你把中華民國委託到現在 不能永遠受委託 哇 我們的秘書長 非常聰明 我們來拍手一下 我們謝謝秘書長 我們能夠全世界哪一個控告美國 你不是真正有把握 哪有管理 那個開了可以控告美國 不可能啊 但是一步一步都 案子都列出來 而且我們也看過 整個被判的判決 五個原因 有沒有印象 有不 好我們再複習一下 第一個高等法院判決 第一個 本土台灣人 沒有國籍 沒有國籍 第二 本土台灣政府 沒有國籍 生人的政府 沒有受到國籍承認的政府 第三 本土台灣人有緣 垃圾 政治戀獄中 政治戀獄就 就像 無論任何的選舉 恐怖組織都在台灣裡面 那這些都是 真的是沒有人權 那最近不是碰到 軍中的 洪仲秋嗎 真的 這件事情是挑起整個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 68年的黑暗 一些黑幕 其實應該全部要抖出來 結果我很同心 有一個當過蛙人的一個高殺主 這個啊 我們在蛙人這個 親兒一起殺掉就殺掉 丟掉就丟掉的時候 把自己的生命 當作動物一樣 所以有的人是已經洗腦到 把一個人的生命 就當作說動物 這個非常淒慘 這個就是誰造成的 就是這個四個字 中華民國造成的 所以真的很淒慘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可以看到 今天無論是和平條約也好 那開羅宣言到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1952年4月28號生效以後 開羅宣言就失效了 然後舊金山和平條約的23條 美國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在6月9號的秘書長也給我們看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Copy 6月9號的自由時報 就是美國CIA的機密要件 結錄出來 1945年的時候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然後中間最後寫說 台灣有完被佔領中的領土 是誰被佔領 台灣被佔領 誰佔領台灣 主要的佔領全國 這是我們今天國際法最重要的 為什麼說關稅領域區 關稅領域區 只要被佔領的地區 因為沒有直接貿易 不是獨立的國家 這個都叫做關稅領域區 所以台灣是因為被美國佔領 是委託中華民國的這個治理當局 台灣當局 而被佔領 所以還是關稅領域區 這個是一個法 以前我沒有聽到 我沒有聽過 來台灣民政府就聽到了 那陳水扁他不是說 我們看那個前面 陳水扁第二任 當中華民國的總統的時候 他不是說 第二任你們給我這樣的機會 我一定把台灣自憲 然後台灣國建立起來 這樣好不好 好啊 大家這樣 歡喜到好啊 老百姓啊 結果他第二任 就職中華民國 所謂的中華民國總統的時 你們知道怎麼就任嗎 我是中華民國第幾任的總統 現在就職典禮 我要效忠中華民國 有說好中台灣嗎 有嗎 沒有啊 效忠中華民國 這個效忠中華民國 哇 秘書長講得更貼切 你效忠中華民國 等於效忠你自己的敵人 你自己的敵人 是怎樣